欢迎回来我们精彩继续 黄四郎则暗怀鬼团 其赠予张麻子钻石假意收买 欲使其放弃警惕 夜间偷袭杀死张麻子 并且收买马德邦 但是被张麻子识破 张家兄弟早有防备 当晚直县长夫人死 张麻子未死 钻石亦未取回 而张麻子一尸二鸟 借黄四郎之仇杀死县长夫人 将马德邦推向自己麾下 第一局张文招架住黄四郎发难 张麻子舍服葬礼 一日绑架黄四郎 及陈南两大家族 奈何黄四郎识破其境 替身帮其顶包 张麻子只收得陈南两家赎金 张麻子心有不甘 欲为老六夫人报仇 而马德邦蒙身退役 劝而不得 马德邦设计骗得钻石 然被张麻子识破 张麻子拆老二老三取回钻石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